到的房間回復 對抗異位性皮膚炎 正確觀念和用藥一樣重要 很多家裡頭 有異位性皮膚炎的人 都會想很多方法來治療 然後其實有很多偏方 比方說我們聽過喝苦茶 或者是不吃牛肉 甚至洗香菜水 這個是OK的嗎 有些人有效 但是其實實證醫學來講 不吃牛肉或是喝苦茶 這兩件事情 對異位性皮膚炎的幫助 其實不是太大 對 那另外洗香菜 要非常小心 雖然中藥裡面 認為香菜可以對這個 皮膚的症狀有舒緩 但是香菜其實它是有光明感性的 如果你洗完 沒有用清水再洗掉 出去曬太陽的話 那其實我們知道 異位性皮膚炎在用這個藥上面 很多是類固醇 這個用到底要怎麼拿呢 我想先讓大家知道 兒童的異位性皮膚炎 跟成年人的照顧是不一樣的 像兒童很多出生沒多久 他有一些異位性皮膚炎的狀況 到了兩歲 大概有百分之七 八十都會好 到了六歲 可能百分之九十都好 到了十八歲百分之九十五 九十九都會好 當然就是留下那百分之一到五 到成年開始 他這一輩子就要面對他 所以兒童他是很有祈禱 他是很有期盼 盼望的 可是這過程當中 如果我們都不用類固醇的話 其實對孩子的異位性皮膚炎 照顧是不利的 舉例來講 我們當發炎抓破皮的時候 其實我們身體的修復細胞 就像是那個水壩漏了水 沙包隨便亂丟 所以我們的皮膚最後 可能因為我們的用藥或照顧上 把這個皮膚照顧的看起來 已經不發炎 但其實那個角質層 就像那個亂丟的沙包一樣 排列是非常非常不OK的 所以我們如果在那個時候 那個孩子晚上又抓一抓 他的傷害又再重新一遍 那在這個反復傷害的過程當中 你就錯過了兩歲 六歲 十八歲這些時機 所以不要因為 因為類固醇的副作用 而就對他拒絕 或者是避之有恐不及 其實正確的做法應該是 類固醇是我們的好幫手 但是找出背後 發炎的原因更是重要 如果你今天我們用了類固醇 然後我們知道說 小嬰兒 我知道你可能是牛奶蛋白過敏 我們把你的奶先完全換掉 那這個類固醇要拿掉的時候 你照著它發炎的問題 已經結束了 所以它就不會再復發了 所以我們不要排斥類固醇 但是用類固醇就同時 你要解決你生活上 根本的這些誘發因子 這樣才能夠慢慢慢慢的 我們就不需要用藥 來 姐